今天是農曆七月中原普渡 那民眾拜拜收紙錢 但也擔心會造成空氣污染 彰化縣環保局提供了 紙錢集中清運服務 將各家各貨紙錢收集來分收 其中原林市的紙錢清用量 已經達到88萬公噸 打破了過往記錄 而另外是由北極龍南虎尾之稱的 中原祭典 受到疫情的影響 虎尾鎮公所已經連續兩年停辦 終於是在今年恢復盛大舉辦 雲林虎尾鎮中原普渡 封街場面盛大 全株全陽霸氣端上桌 只是最近天氣太熱 工作人員還得時刻放置冰塊 維持冷度保鮮 工作上餅乾零食不可少 就連雲林特產文蛋 也通通擺上桌 但相當特別的是 還有民眾專程擺上職棒球員 紀念球 中原普渡特色盛典 由北極龍南虎尾之稱 到2020年起受疫情影響 虎尾普渡也縮小規模 不過隨著疫情趨緩 今年也恢復正常舉辦 不僅有規模盛大的 七大聯合普渡區 共桌總數更高達2000桌 有砲山 有冰標 還有傳統的這個靠車 這都今天都會去呈現 中原普渡除了貢品澎湃 祭祀用的紙錢也不少 都先集中在這裡了 對 信喵喵方收集信仲祭祀紙錢 在交由環保局清潔隊集中焚燒 因為就怕中原普渡 民眾備備燒紙錢 煙塵造成空氣污染 彰化縣環保局從2006年起提供紙錢 清運服務 像是圓林市清潔隊去年農曆七月 清運量有76.8公噸 今年同期至今已經來到88公噸 也打破歷年紀錄 張華縣環保局提供紙錢 清運集中焚燒 也判減低恐怖影響 在林一峰 方中辰 彰化縣環保局